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职天下》第323章 说服下 演播于阳 当朝权相在福建商会中的代言人,同时也是福建商会的领袖此刻惆怅满志 走到雄本身边并肩而立,一同望向繁星点点的东京城 几道急速移动的火光,勾勒出沿途的街道,飞速的向城南汇聚 直到南勋门上聚满了灯火,他才转过身来 刚刚收到消息,相公已经清醒了 张凯的视线在脸上缩寻,雄本却没有一点异样 当真,阿弥陀佛,这真是太好了 张凯的眼神,锐利的仿佛要将雄本的心脏都挖出来瞧一瞧 不过最终,也没有看出什么不对的地方 他又转过去 看着南面的璀璨星火 燕达这是去抓李鑫了? 雄本点了点头 对了,何举已经死了吧 何举是雍琴商会在京城的首脑人物 很早之前在京城商界就已经举足轻重了 也很被韩刚所看重 最近兜兜转转,又调了回来 平安号副总掌柜的身份执掌京城分号 而何举的手上掌握的并不仅仅是钱了 人财物都在他手上汇集 也因此就成为了今晚最重要的几个目标之一 死了,我已经确认过了 张凯与何举结识多年 两人之间还是有一点交情在 不过在现实的利益面前 这点交情就像陈雾一样稀薄 那今日三军将士用命 方一举将城中西炉扫清 理应众家犒赏 只是如今国用艰难 国库里已经没有多少钱了 平安号的金库还没有点清 而且都是记账 里面并没有太多现钱 一百零七万贯 雄本一句话就让张凯脸色骤变 零头我就不要了 把整整一百万发下去吧 张凯很快恢复了平静 没有讨价还价 希望拿了钱能用命 今天就把新平宝打下来 放心放心 现在怎么都不可能会放心的 张凯指着指自己的胸口 等过几日相公回来了 这颗心才落下来 博通 你说是不是啊 也是 不过在相公回来之前 还是好好打理一下 免得此后相公看了不开心呢 雄本问了一下时间 差不多是时候去大清殿了 一起去吗 张凯摇摇头 我还要去安排一下 一会儿再赶过来 两人在城下分道扬镳 雄本入内往大清殿方向走 身后有人跟上来 刚才他站在城楼的阴暗处 并不显眼 却把雄本和张凯的对话 都听得清清楚楚 相公 张敦醒了 该怎么办呢 雄本摇摇头 张紫后真要醒了 他是不会这么着急过来的 也不会那么大方 他回头冲着身后的人说道 你也不用担心 现在福建雍勤两家 已经视如水火 张紫后回来 也只能坚持到底 破裂的镜子无法复原 张凯两方已经结下了血仇 合作的基础不复存在 天空中起明星正闪闪发亮 这颗象征着战争的星辰 与火星遥相辉映映 似乎比平日还要亮上许多 太白犯营货主大战 色白有盲 大劫之招 相公 祥瑞啊 雄本呵呵笑了一下 希望 燕风辰能够快点打下星平堡 吃叛将手机 献福雀下 要无弊前 可比什么祥瑞兆头都要好 虽然燕达还打算准备的更加妥当一点 而自家也派了人去说服李信 乱一乱星平堡的军心 不过雄本更希望能够更早一点把开封平定下来 他站在大清殿八十一级台阶顶端回头望着南方的天空轻声喝道 杀李信 定精师 雄本北行 张凯南出 离开宣德门之后 就有人赶过来与他会合 深入参与了这一夜的叛乱 跟随着张凯左右 福建商会的几名核心成员都急着想知道雄本的态度 回首 怎么样了 雄本说什么了 他有没有其他心思啊 被人追问张凯微皱眉头 雄本问我要了一百万罐 说是要发犒赏 他要真犒赏 还是想要试探呢 试探什么 就像现在这样子 他敢跟我们闹掰吗 你要是相公 有人还是狐疑着 却不敢把话说下去 张凯不耐烦 人一多嘴就碎 观点往往背道而驰 大地上的事情都做下来了 现在还说什么呢 太祖皇帝黄袍加身的时候 心还是慌的 时候赏赐的时候少了谁了 早点把新拼包打下来 把精湿安定 很快我们还要对付一个大人物呢 在小人物的身上 不能耽搁太多的时间 小人物 理性 一个老实人靠着忠心 靠着老实做的太位 可现在 却不是老实就能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几个人一起点头 天终于亮了 第一缕晨光 映进了张凯的眼中 马上就是登基大典 已经可以听到 大清殿前的边中悠悠传来 我要去宫中了 希望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结束之后 能听到你们的好消息 杀了李信 平定京师 整合中原军力 等待张敦回返 他不愿意去想张敦回不来的情况 那时候就必须依靠熊本了 那样才能对抗 还有着韩刚的西方 几天前 噩耗传来的时候 他就是被这个理由说服 忐忑不安的等待兄长的回复 然后选择先下手为枪 在熟悉的会所中 发出了一道道命令 尽自己最大能力 做出了安排 算好时间 张凯收拾好自己要穿的巢服 启程前往皇城 大军已经汇聚南勋门 前锋甚至近底星平堡外 两三里地的地方 望远镜的视野中 已经被改造成环形车站的南勋门城楼 已经看到黑洞洞的炮口 李信 沉默地举着望远镜 身边是寡躁的睡客 台卫 区区两千心怀游疑之徒 又如何去对抗十万雄狮呢 不如暂且虚以为一 几十年的旧乡时 曾经一同效力于张敦徽下 在近乎南路的崇山峻岭之间 开辟疆土 这是李信没有第一时间把这个睡客从城头上丢下去的原因 不过李信也没打算把他赶走 冷宝中一片沉寂 仅仅千余人的守备 对偌大的星平堡来说远远不足 士兵们听从着李信的指挥 但气氛阴沉厚重的仿佛湖底的淤泥 星平堡的守备 前身是关西调来的一支禁军 即使到如今 其中绝大多数还是关西出身 他们知道城中的叛乱 也清楚如今情势不妙 这其中有聪明人恐怕都已经猜到 驻扎在城中的同样出身于关西的同乡包子 都已然不幸而叛乱者正节节紧逼 并不准备给他们留下活路 他们是一群哀兵 有说法是哀兵必胜 不过哀兵手上也必须要有好的武器 太尉忘了吗 去年的时候京城周边的冷宝内 所有火炮的炮位都经过了改造 是不能对内的 没有火炮 试问太尉你如何抵抗啊 改造炮位的事 李信当然知道 他还亲身参与过 不过现在想来 可能就是张敦在为今日做策划了 张敦率领大军北上的时候 皇上和李信的警惕心是提到最高级的 陈桥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一场场不断向北方延伸的会战 让皇上和李信的警惕渐渐放下 远在燕山 黄河泛滥 这时候两人都想不到 张敦会选择在此时下手 这绝非最好的时机 却因为出人意料有了最好的结果 皇上已经确定是遭遇不幸 太皇太后太后和太子 也应该是遇害了 守卫皇城的禁卫 恐怕关西出身的已经无遗留存 马会的出任会首 家宅燃起了熊熊大火 同样起火的 还有雍秦商会在京城中的几个据点 偌大的京城 很可能就只剩下这座新平宝 还留在韩党的手中 而李信就准备用这座堡垒坚持到底 人不足枪不足炮不足 你说你怎么打 说客想尽办法要动摇李信的意念 李信沉默地看了他一眼 身后传来咕噜咕噜的车轮响 火炮 李信言简意该地说 就四门火炮能有什么用 李信没有搭理他 只是适宜架水火炮 瞄准南巡门的炮兵 把炮口再抬高一点点 周瞧了 李信把手指往上一抬 雨接了 李信继续活动手指 对准宣得门了 声音发颤 李信又抬了抬手 打 打情练 你到底要做什么 睡客尖叫起来 李信拿着火把站在火炮旁 朴实的脸上 今天第一次露出了一个微笑 以礼服人 韶月响彻殿堂内外 八一五于亭中 不论参没参与叛论的官员 都被召集到大清殿中 就连张早都被颤颤巍巍地提溜了过来 被迫站在雄本的前方 率领文武百官 恭迎新天子驾临 一名十几岁的少年 坐在了空缺许久的玉座上 透过轻轻晃动的十二流 观察着臣子们的一举一动 张早雄本领头 在下面三跪九寇 少年的心情一点点的激昂起来 今日诛杀皇商李信 明日就是韩刚张敦 他要做真正的皇帝 还不是被人操控的傀儡 这时头顶忽然轰的一声响 少年猛抬头 一片绿色的琉璃瓦擦着鼻子 掉到了地上 更重的东西落了下来 隐约间他听到了下面臣子们的叫喊 紧接着一片黑暗 您正在收听的是 于扬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植天下》第323章 《说服下》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载植天下》第324章 《反击上》